部長請 六人五安 部長五安 謝謝 擔任部長是 尤其是教育部 我覺得是焦頭爛額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大概頭還沒有焦 是我的話已經焦了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 頭髮還好 頭髮還好 我們在處理這個 過去在處理12年國教 本席就是高度的保留 是 你現在看看 社會的反應是什麼 我們持續的努力 把這個社會的精神的維持 他的精神 當初的目標是什麼 我相信是希望 現在有沒有達到 很明確的 我們希望全面提升 我們中小學教育品質 成就每一個小孩 希望國家今天能夠提升 這是在三個目標上 持續做努力 部長我才講兩個字 你就已經回答這麼多了 我們稍微保留一點 我所要說的是說 你的目標簡單的來說 是 免試免學費這些主要的目標 你自己去檢討一下 今天 今天的結果是 不過就是換另外一套遊戲規則 然後讓這些學生家長呢 更辛苦的 要去滿足你的這樣遊戲規則 去達到他想要達到的目標 他們的目標非常簡單 他們心中就有一些固定的學校 認為是好的 你今天想要做的任何的努力 都是邊際的 我們叫做second order 真正的 marginal的 結果他的價值觀不變 他們想追求的方向不變的話 我們就要檢討看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到底對於social mobility 社會的這種移動性 階級的移動性有沒有幫助 我個人是高度質疑的 新的遊戲規則 可能造成的長期的社會的影響 就是今天我們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法國經濟學家寫了一本書 資本主義的這個問題 貧富差距的問題 我們在台灣過去 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可以去解決的 今天沒有辦法了 所以好 我是覺得我們今天真的冷靜下心 來討論這個問題的話 我覺得當你不是教育部長 十年以後寫回憶錄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是一個 可以知道檢討的 我會很深刻 其實每一天夜深人靜 都會去想想說 我們對檢討的事 到底是怎麼樣去看待 以後未來 倒不是為了說 擔心未來有什麼事 可是必須深刻的審視 另外一個問題 你也可以看 你為了滿足我們 立法委員的要求吧 立法委員是不是代表他的名義 我不曉得 但是至少立法委員要求吧 還有很多社會民間的要求 所以呢 國語文課 外語文課 數學課 原住民地方母語 各種課程 你都要去面對 但是不要忘掉 我們就這麼多時間 而且時間還在壓縮 我忘了 還談到體育課 所以我們有這麼多壓縮進來 我們又要保持所謂的卓越 真的是我覺得是焦頭爛額 所以我很同情你的工作 但是今天 部長 我只是影子 這個還是影子 希望我的時間多一點 但是今天其實我們談到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這個嚴肅的問題 不只是今天社會的現象 我們今天受到台北市捷運 台北捷運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在過去 整個社會的趨勢就已經出現了 譬如說中研院的一個研究的統計報告 研究的座 做座座的研究 結果他發覺 他發覺在1990年跟2010年之間 常見的精神疾病的盛行率 從1990年的11.5% 上升到23.8% 你說這個是台灣的調查嗎 台灣的調查 是我們中研院的調查 這上了國際期刊的 他是針對特定age group還是怎麼樣的 沒有 他是一個 他做了9000多個 他做了9000多個樣本的調查 他是做了一個非常 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整個精神疾病 他不是講精神病 是精神相關的疾病 社會的壓力 social structure 社會結構的改變等等 包含了女性單親 受教育還有失業 很多很多的問題 你可以看到我們社會 有非常嚴重的壓力 確實是越來越複雜了 這是整個社會的趨勢 整個社會的發展 資訊各方面也確實是 這是整個社會的趨勢 相對之下 這個應該是我們的衛福部的資料了 2012年我們有108萬9000位同胞 是服用安眠藥的 我們的精神疾病的就診 在2011年有227萬2000位 企圖自殺的有26183位 這個數字呢 都是一種上升的趨勢 那當然我為什麼要講這些東西 主要它是一個趨勢 是一個社會面對一個社會轉型 經濟的發展所面對的一個壓力 我想這個其實應該是全球 大概都有相信的 沒錯 我想的是 所以我說我們今天是 我們不是字外於是國際 我們都有這個壓力 那這個今天又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輔導我們的青少年 那輔導我們青少年的時候 我們來看犯罪的問題 特別是這次北捷的問題 我們來看犯罪 當然這個數字可能會一些變動 但是就我們現在就完整年度的資料 99年到101年 故意殺人的青少年兒童 兒童少年 從99年的175人 故意殺人 175人到310人 一般傷害罪造成傷害的 身體傷害的 從1264位 變成了2457位 兩倍 三年 這種數據 凸顯了今天 我們對青少年兒童的輔導 教育 這個教育本身 包括我們的心理健康 篩檢 追蹤 它必須要做出非常有效的改善措施 所以我看到你的報告 你只告訴我說 哎呀 我按照法律規定 我增加了多少 每個班級等等 我增加了多少人 我看的是結果 我們立法委員沒有時間 去照到你的行政部門看細節 但是我們是結果論 結果論的時候 我們看到大的趨勢在成長 這個壓力 社會的壓力在成長 而在另外一方面 凸顯在這些青少年兒童的身上 也是非常的嚴肅的一個 必須面對它的時候 是 是 部長 你在焦頭爛額之際 又多了一下 其實委員不要重複提醒嘛 我確實是 我是不是說你的任務凡眾之際 你今天看到這個問題 你再看看你的報告 你可以向社會做出什麼樣的assurance 我想這樣子 就是說第一個 當然我們希望資源要到位 人力要到位 極致要配套先要做到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structure 這件事情先不做好其他都是空談 第二步就是進一步的深化所有相關座位 譬如說我們從三級預防的角度來看 第一級的預防 怎麼樣在發展性的時候 就透過導師透過適當的座位 能夠讓他在第一線就發現 第二級的這個介入式的 透過學校的諮商輔導中心相關 來做適當的處理 第三級就進入到可能心理師社公司 所以說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資源上要到位 人力上要到位 所以今天在報告上 主要就是跟大家先說明說 我們五年的計劃在國民教育法通過之後 我們可以先努力的來做到這一塊 那這是比較量的概念 可是值的概念我想進一步就要來看 未來的整個發展在三級預防裡面 從一個全學校的角度來看 第二級的預防裡面 我們就叫做ISC 要individual 要做到individualize 要做到system integration 要做到這個efficiency 第三級的作為上要做resource integration 也就是說透過可能地方跟學校 各方面一起來做到這個事情 所以說可以從一個機制的建制 到一個未來值得這個強化的努力 同時來做 在這裡面人其實非常關鍵 怎麼樣讓各級的老師 不管是說他的是輔導的專業老師 或輔導人員 或者說第一線的老師 導師就必須要做好 你做導師我們都做導師 可是做這個導師的職能的提升 也是一個關鍵的一個作為 部長當然這也是一種 如果要做這件事情 要是一個負擔 但是這涉及到管理 是 我們我再次強調 我們立法委員 我們作為監督政府的角色 我們是要看結果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問題本身 它不是瞬間可以改變的 更何況是有一個國際的大的趨勢 在那邊 當然有個國際大的趨勢 你要去扭轉這個趨勢 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必須要強調管理 管理是什麼意思 你剛剛講的一大堆道理 我們必須要看在這個過程裡面 落實在管理上 你的管理的結果 你必須要show us show me show me說 你看看 我們輔導了多少位的同學 那麼按照正常的推估的話 它可能會變成有問題 今天它沒有問題 其實這個在今天的資訊裡面 也稍微提到了 如果你看書面報告比較完整裡面 像有些甚至幾十倍的成長 這些諮詢的 諮詢的 或者經過不同方式做處理的 都是好多倍的成長 過去幾年 那當然就表示說 如果這部分都沒做好的話 可能看在那個 你剛剛那個outcome上 可能是更嚴重的 所以我在另外一方面 當然你沒有辦法很快的看到結果 但是我希望你也可以做一些專案的研究 去follow up 去follow up 去追尋追蹤這些情況 不是說我做了多少諮商 而是說 如果我沒有做這些諮商 它會產生什麼結果 但是這樣子的結果 但是我們剛剛講過 立法委員還是看結果論 看到你的努力 但是我們還是看到 那樣子不好的趨勢 所以我們才會考慮 資源如何重新分配再改善它 是 委員的這個提醒很好 我們可以從趨勢的改善上去看待 從一個總量的角度上也去看待 因為它有兩個量 一個是量 一個是趨勢 這兩件事情上 我們都可以看看資源的投入 是不是有紓解它實際的情況 那這個分析 我相信我們可以願意來做的 好 我還是希望你跟衛福部 大家一起合作好不好 是 是 是 這個青少年的問題 真的是非常嚴重 謝謝 謝謝李委員的關注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是管碧林 管碧林